如果那些客人只是对价钱敏感 这些客人你要听着 是没有中成度的 各位朋友,欢迎来到Briant Charge Show 消费券已经派出了 大家开始欧为 我听到我身边有很多同事有朋友有家人 已经想着 我要怎么出来买东西、吃东西、看电影 是怎样用政府送给我们的1万元 你会怎样用呢? 有没有计划呢? 会不会说,不是啊 反正都是不是自己的钱 虽然有交税 但是有要钱会不会是 买回手机呀 有没有什么计划呢?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你做生意 现在每人有1万元 香港政府派的 派了600万个 这里有60亿 现在在市场上 你怎样令到潜在客户会光顺你 有没有计划呢? 这几天看到有些数字 有些是做生意的朋友 又或者是商场 他们是怎样找客户回来的呢? 如果在6点钟之后 消费满300元 你就可以多多300元的现金券 好,在6点钟 泊车进去吃完东西之后 更加可以用 买满100元 还可以有1小时 免费泊车的 诸如此类是吧? 为什么香港 要这样吹谷呢? 我觉得很棒的 当时我记得很多游客的时候 内地客 外国客 我觉得我们本地的做生意朋友 其实就不需要 动脑筋 为什么? 这些生意自己走过来的 大家没有发觉是 之前比如说我们香港人 我们香港消费 是进去尤其是一些名牌 漂亮点的店铺 你发觉好像不多理我们 为什么? 因为香港人本地人 花不起钱 我当然是服务内地人 或者游客 但是现在因为经济差 反而是令到我们本地的商家 要重新想想 做回本地客生意 我觉得现在整个事 我觉得很好的 回到基本步 怎样做好生意 吸引回本地的顾客 做生意的你 现在的消费券出来了 你有什么计划? 你打算没有 那人家有钱就 会来 光顾我的 是不是这么被动? 有没有一些有印? 你要记住就是说 现在你所做的产品或服务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做的 你又会有对手的 做生意的立章很简单 我们怎样可以 吸引到我们的客户 不光顾其他人 是来光顾你 但是你要看一下 究竟这个产品有什么优势? 你的品牌有什么优势? 你的服务有什么优势? 或者收费的基础上 有什么优势? 记住 做生意 如果没有优势 是没得竞争的 如果你没有优势 唯一一样东西 你不是 Brian 好像刚刚说的 这个消费券 我不断给那个 消费优惠 就光顾我 好了 如果你是这样想 这样就大事了 即是说你会令到 你的客户 每一次都要你有折扣 都要你便宜点 他才会帮顺你 如果你不给折扣 他不帮顺你 他会等 等到你有优惠 等到你便宜 我才会帮顺你 好了 如果这样的时候 你的生意怎样做 最差一个方法 或者我们叫一个 一定是失败的方法 就是 我们用 价钱来 吸引客户 来帮顺你 因为刚刚我们说过 做生意 我们说什么 说竞争优势 不是每个生意 都有竞争优势 但是每一个生意 都可以减价 即是说减价是不需要门栏的 不需要门栏的东西 你怎样防御 你怎样保障 所以如果你打算你做好生意 而唯一的方法是减价 注定失败 做生意 是说margin 对不对 是说盈利的 比如说你买一个100元的东西 你的盈利 我有20元 但是如果你没有其他优势 万一你的对手又跟着你 旁边的Brian 他买100元的东西 我现在买90元 好了 但是因为你的客人 你每一次都用一些 价钱来吸引他 那你的客人 就会走到他那里 因为 如果那些客人 只是对 价钱敏感 这些客人 你要听着 是没有 中 成 度 的 因为10元 他会走就好了 你说不是 你走过去 豈有钱 我要把那些客人拉回来 那你又会怎么做 我去到85元 再便宜5元 那些客人回来 但是当你做这些客人的时候 你那个margin又得到多少呢 之前有20元 现在只得到5元 就算你卖多少也好 你的margin只得到5元 所以这些生意 不是生意 所以记住 现在有消费券 非常之好的 刺激消费 但是如果你想有一些忠诚的客人 永远永远永远都不要用个价钱 吸引你的客人 千万不要用个便宜的字 逗便宜 吸引客人 是不能做 这个model 是维持不了的 如果我们不用一个价钱用基础 那你可以做些什么 服务 可不可以再做得好些 有哪一个产品的设计上 可以再有趣些 再转变多些 令到他买你 是有一个原因的 你的brand有没有 放一个 更加大的 心力 在这里 你的brand 代表什么 买完你的产品 用了你的服务 它有什么感觉 你有没有看到很有趣的 去到那些大商场 你有没有发觉 名牌 和卖得贵 全部不会收你那些 什么有违券 他们是不收 不用的 那就是说 你唯一一样是 不会受到 经济影响的 就是 把你的brand 再打得实际 你打一班 是高端的客户 而不是一些 中位低 因为中位低 当经济差 的时候 他一定会看什么 哪个便宜 是不是 又跌回那个位 但是你发觉到 就算经济有多差 有一班朋友 他们的消费 是没有受影响 这一班 就是高端客 而高端客很有趣的 他会问 究竟我用了这个产品 可以怎样提升到 他们的地位 名标就是 炸靓斜就是 靓沙就是 他不是因为 你买便宜了 所以买卖 No 他要穿出来 突显到他的身份 他的地位 人家怎样看他 这个就是品牌威力 他永远都不会说 减价 你会见到 无论市场有多差 就算刚刚过这几年 疫情 大环境很差 打仗很差 但是那些的 大牌子 他们是 不会减价的 这个就是分别 现在有消费券 当然 你要想一下 怎样是 希望拿着消费券的朋友 来帮助你 但是你慢慢 你设计 你的生意的时候 慢慢向那个 高端那个层面 慢慢走 这样你就会 不会太受 经济影响 和 你每一单的生意 你那个盈利 都会高点 希望你喜欢我这个 如果你是香港的朋友 你的消费券 你会怎样用 你对刚才所说的 打高端客 中端客 低端客 你的看法 是怎样 下面的comment 告诉我 OK 记住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 那我下次 在这里和大家见面